俄罗斯海军衰落,屡遭美国调戏。新航母杀手服役,让美国恐惧。 原调题,俄罗斯海军衰落,屡遭美国调戏。新航母杀手服役,让美国恐惧。 早年间,拥有七艘航母,含两艘直升机母舰,的苏联红海军,可以在大洋之上与美国海军正面钢离刺。 只可惜,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海军实力下滑,不仅在也没有在大洋之上的正面对峙,甚至屡屡被美国舰艇堵在家门口进行戏刷。 于是,发展最新的航母杀手,成为俄罗斯应对飞队趁作战所能采取的唯一方式。 这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2日报道称,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经过升级改造以后,俄罗斯空军装备的屠夫22M3轰炸机,可以携带四枚俄罗斯最新型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执行对海打击任务,成为俄罗斯新锐的航母杀手。 那么说这款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可以让一款老旧型号的轰炸机成为俄罗斯性能最强的航母杀手? 这要从这款导弹开始说起。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最早曝光于今年3月份的普京在俄罗斯年度国情资文演讲当中,在这次演讲当中俄罗斯方面公布了许多号称黑科技的新型武器,其中就包括这款被称之为匕首的高超音速导弹。 当时曝光的视频当中,该导弹由米格-31战斗机携带,并进行了投放演示打击,虽然整个视频效果比较模糊,但是仍然可以从众多俄罗斯观众露出的喜悦微笑当中看出这款导弹绝对是相当的强大,只有这样才会被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体型相当庞大,几乎占据了米格-31机副下大部分的空间,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空射型巡航导弹等各类空射武器。 虽然说苏联在冷战时期也先后研制过多款大型空射反舰导弹,但是和这款导弹相比,匕首导弹仍然算是一种体型比较庞大的空射武器。 然而虽然匕首导弹被俄罗斯方面称之为微超高音速飞行器,但是该款导弹的外形和美国,中国之前实验的外形完全不同。 与中美两国实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科幻外形相比,俄罗斯的这款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外形更加传统,甚至可以说这款导弹就是一种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无论是从气动布局和设计构造都和弹道导弹非常相似,并且从该导弹最高速度10马克,射程上千公里的性能指标上看也和空射弹道导弹更加类似,同中美实验的动辄10多马赫20级马赫的飞行速度,以及高超音速机动变轨的性能相比,比手的整体性能要低不少。 但是从突防御能力上来看,该型导弹要比传统的反舰导弹强大很多。 说起空射弹道导弹,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就研制过多款空射弹道导弹和空射火箭,整体的技术程度也比较成熟。 并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弹道导弹也算是一种高超音速飞行器。 那么说为何俄罗斯方面将笔手导弹,命名为高超音速飞行器而不是空射弹道导弹呢? 原因在于,由于近年来中美两国一直在进行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实验,并且技术在不断地提升,性能也在不断地提高。 因此高超音速飞行器本身这个称号也成为,代表先进武器科技术的一种高大上的名称,而空射弹道导弹这一技术在冷战时期就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将其命名为高超音速飞行器自然也就更加的高端,也更能唬人。 至于说俄罗斯要对屠副22M3进行技术改造,以挂载匕首空射弹道导弹的这种做法,和中国将空射6作为多种型号空射武器的载具有种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空射6不能与屠副22M3同日而语。 不过话说回来,将屠副22M3轰炸机进行改造,依据被挂载匕首导弹从技术上来说还是存在不小的难度的,能不能真正将这两种武器进行结合,就要看俄罗斯方面的改造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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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